請輸遠跡如同空骨懷疑 老闆你會不會動物收驚過嗎 動物喔 動物收驚 動物收驚是一個很難的問題 人的收驚很好判斷 應該說一般大家都會認為 比如說動物在吹高雷 或者是就是在叫的時候是嚇到 但是佛法其實它有一套它的判斷方式 就是我們會先去判斷說 到底它是它的身 不對勁 心不對勁 還是靈不對勁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式是 身心靈同時下手去照顧跟療癒它 這個的話有 像我們杜姆茲他這面牆上面 我們每一個 每一位掛著的 的這個毛孩就是我們每一個 月定期會他們進行身心靈的這種療癒法式 從三個管道下手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有些毛孩他老年年紀大 他可能是身的問題不一定是靈的問題 然後孩子年老除了身體平衡 你們要怎麼給他心靈上照顧 就我們剛剛講到說老的話 它有可能是身心靈整體的不適 那在身心靈整體不適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當然身體上的照顧是很重要的 心理上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 但佛法一般會認為說身心跟靈 它是三個不同的層次 它對應的三種不同的東西 那針對身心靈我們也有不同的照顧方式 比如說像身的話我們會祈禱 要師佛 心的話會祈禱常壽佛 靈的話會祈禱不動佛 這三個不同的本尊跟聖者 去療癒他們的受到的一些 內心的不安或者說靈魂的一些印記跟痕跡 所以一般來說像 杜姆之家跟龍龍花園提供的方案就是 透過於以定期的這種祈禱 或者說你為它登記了一個 定期的祈禱的法式 可以讓它更加的改善 或者說它內心更加的穩定 我們的做法會是像這樣子 但這不是不只限於老的毛孩 其實其他的毛孩也有這樣的選項 也可以這麼做 如果說它是受到驚嚇或什麼的話 一般來說就是它可能會在 它的靈魂上面留下一些印記 講白了 所以像我們在這裡為它設計的 這個不動無來的法式也是有幫助的 換句話說 其實杜姆之家跟龍龍花園提供 提供的是一種組合的身心靈的法式套組 那在這個定期 你有兩種選項 一種是你可以不定期的為它參與 或者是你把它像是一個保險一樣的 你會為它訂一次的一個 像是一個生前契約 或怎麼樣的東西 那這種的話一般來說 像我們提供的龍龍花園提供的 生前契約的選項跟其他不一樣的在於 我們的生前契約 往往不是只是為你 臨終的時候做準備 而是你在生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像我們的生前契約 它都會配一套 這個叫做安陽鎖的東西 它是一個鎖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樣的介紹文字 那如果說你跟我們在生前契約上面有交易的話呢 我們就會送一套這個給你 這一般是對年長的毛海特別好的 因為上面寫的是不動無來的咒語 對他在生的時候可以讓他平復不受驚嚇 如果他離世而是佩戴的這個 可以保護他離世的道路上面 也非常的清澈非常的良好光明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跟我們花園有這樣的機會 然後你為他登記了一個生前契約的法式的話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他臨終之後的所有的超度的法式 包括說接體等等都會是由我們來為你服務 更重要的事情是從再生的時候 你越早為他登記其實你得到 你能夠為他產生的祝福越久 因為我們會一直持續的定期為他進行身心靈的療癒法式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生前的保險 安撫的保險跟身後的超度法式的一個組合 這個時候我們會特別推薦給所有 特別是年長的毛孩的家人 但其實所有的毛孩的家人 都可以為自己的孩子考慮這一個東西 因為照顧毛孩子不是只是照顧他的身 不是只是照顧他吃的好穿的好等等 要照顧他整個生命 也就是身心靈乃至於下一輩子 佛法是這麼看待的